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是在这个清晨的平底三角形 这个B角三角形 在这个三角形这个区 那斜横线它的阻力从上到下 它的阻力是越来越小 而那底部的 跌到底部 而阶段底部这个平衡线的称力 它是越来越强 于是在这个双线斜横 这条双线的交叉处 往往会有什么 往往会有中到大洋出现 为什么会有中到大洋出现 就是大家讲的 我们斜横线的原理 对吧 为什么 一平衡线 它是从下 它什么租力越来越小 而呢 在下面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 它有黄金线 金主黄金线或谷底线呢 我们就结了什么 谷底线它三大作用 它有支撑线的作用 而黄金线呢 它什么主力 盛名线与公方线 而且如果精准的话 说明主力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精打细算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条线我们呢 这条水平线 是主力的计划 有计划 有目的的这条线 而呢 从上往下的呢 这条斜横线呢 它是主力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得到谁的支撑 得到这个复合线 或者是这个 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个平衡线 它的什么呢 支撑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往往会有中到大洋 那一旦 我们要结合什么 底部有涨停基因 也就是 我们从第一阶 到现在为止 那涨停它是什么 它是有涨停基因 多个涨停基因 粗整的嘛 涨停一马 它才能粗成涨停 对不对 所以说底部 一旦有涨停基因 比如说 长崖矮柱啊 甲阴阵啊 精准线 又想到刚才 有大家讲的黄金线呀 谷底线啊 对不对 往往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呢 它就会出现涨停吧 这是一见封喉 它的概念与原理 那我们探图 来认识一见封喉 那一见封喉 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是一见封喉 刚刚跟大家讲的 它是一条什么 特殊的 为什么是特殊的 因为它什么 它是上突 下凹 对不对 它是一条什么 特殊的下行 从上往下滑 下行先横先 对不对 云呢 底部 底部阶段 这个阶段底部啊 水平的 偏红线 香蕉 是不是切合 上胶 切合 那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见 从上往下的 一条件 和什么呢 和底部的 平行的水平线 偏红线 香蕉 形成什么 形成的一见 封喉 在这封喉 往往在此接在什么呢 它往往会有什么呢 结合掌停基因 它往往会有 掌停板 重要大阳或掌停板出现 这就是一见 从上往下的 斜横线 一见 怎样 封喉呢 它是什么 与底部的平衡 水平的平衡线 交叉 这就是什么 一见封喉 一见封喉 我们探图认识了 这个一见封喉 那我们怎样来取点呢 我们怎样来取点 取点 其实就是我们 前三节课 有大家讲的 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 主力重要的一个穴位 主力什么一个重要穴位呢 大家来看 第二节课 一见封喉 它取点的三个要素 取点的三个要素 哪三个要素呢 那第一个 封喉线的取点 它是取的什么呢 取的距今最近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距今最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战斗 战争 往往发生的 往往就发生在你最近的 战区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要去什么呢 去距今最近的波峰 波峰哪个地方 位置在哪 是右侧 右侧什么 什么位置上 哪个家族上 它是最突出的 谁呢 是大英 石顶 大家要明白 这几个要点 第一个什么呢 战争就发生在最近 去最近的 什么地方 是波峰 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最高 波峰 波峰哪个地方呢 是右侧 右侧在什么地方找呢 右侧在什么地方找呢 必须要找突出的 突出哪个 架竹上呢 是大英石顶 大家要明白啊 位置 重要的穴位 重要的穴位 在哪个家族上 也是一点点 讲得很清楚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就是找波峰 波段的高点 对不对 与谁呢 与距今 最近的奥底 一个是高 一个是低 对不对 最近的奥底 奥底哪个地方 奥底是左侧 峰是右侧 而奥底呢 是左侧 也是什么 最突出的什么 大英石顶 大英石顶 最突出的大英石顶 所以大家要清楚啊 峰虎线的区别很重要 如果我们一旦 万一取错了 任何一个点位 那你就全盘结束 所以大家要知道 距今最近 最高的地方 它是右侧 最突出大英石顶 而呢 在谷底呢 奥底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左侧 奥底左侧 最突出大英石顶 它的连线 大家要知道连线 它就为什么 一见封虎 这里所说的 这个突出 大家要明白 这突出啊 什么叫突出 突出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右侧 它没有被其他架住 所盖住 这就是突出 如果是右侧呢 那有什么呢 右侧 它是被后面筹码 所解放 那它就不是突出 一会儿跟大家来交流啊 第二个 那我们划出这条线 我们要好吗 我们做证明 又确认 等候确认市领国 我们要有个确认 确认这条线 是不是我们要的 这一见丰富的线呢 那这条线 是不是主力行为 走出来这条线呢 是我们要等 等个确认 怎样确认 它必须要经过什么呢 必须要经过 第三个大英石顶的确认 第三个大英石顶 它才为什么 有效的一见丰富 但是这时候 大家要知道 那它通过的 契合点越多越好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与大家讲的 量线的三项规律当中的焦点 焦点定向率 那焦点定向率是什么 那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要价位 或点位 聚集在一条线上 大家共享一条线 合成一种立道 按时按时一种方向 那这样的线条就是什么呢 就是焦点连线 那我们在量线三项规律当中 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是水平的精准线 焦点连线对不对 而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这条线呢 下行鞋和线什么呢 它是倾斜的 叫做什么 叫做倾斜 也叫倾斜精准线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这条这个键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一键 这键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倾斜的精准线 意味着什么 因为它要等到第三个大英石顶确认 它是几个点 也是多点 是不是 具体在这条线上 它特别是什么 通过的契合点越多越好 它经过的契合点越多越好 就说明这条线是什么 是主力有计划有目的的一条线 对不对 那我们划线目的是什么 我们划线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找到主力的 它的意图和它的动向 是不是 那第三个什么呢 第三个封红线的底部 最好什么 最好是精准线 什么样精准线 在这个阶段底部呢 它是黄金线 黄金精准线 或者是真底线 对不对 为什么说最好是精准线呢 那精准线是主力有计划有目的的 对吧 它又是在阶段底部 它又计划有目的 又到了嘛 又到了阶段底部了 这庄家有计划有目的 当然 当然这个时候 对我们预判 它又是什么 涨停基因 对不对 又对我们计划 又有一个什么呢 又有一个参考 因为这是庄家的生命 又是庄家有计划有目的 在这个地方 对吧 反是底部形成精准线的 一线封后 我们称为什么呢 我们称为精准线上的 一线封后 也就是庄家有计划 有目的的 红黄线 对吧 反是底部回踩 黄金线的一线封后 那我们称为什么呢 我们称为黄金线上 一线封后 这是一个涨停基因 对不对 也是涨停基因 那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连续有多个大因尸点 那我们不知道去哪一个 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大家应该 首先选什么 抓重点找关节 选这个点 大因尸点对应的量柱 量柱什么 量柱是凹进去的 也就是架 架个是凸出来的 而量呢 是凹进来的 也就是长阴短柱 就是标准的长阴短柱 就是量柱什么 背离 对不对 就是说左侧啊 这个量柱 它要低于左侧的阳柱 是凹进去的 对不对 那架柱又量柱 形成什么呢 形成架突量傲的背离结构 就是跟大家讲的 长阴短柱 对不对 我们呢 从形态来看 最典型的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量架背离 也就是主力打压 最凶狠的一个地方 就是主力打击别人 包括自己筹码的一个 假跌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AB两点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架突量傲 那当然吗 当然这样的更好 对不对 这是最什么 最最标准 最最典型的 也是我们大家 求之不得的 如果遇到这样的两个点 都是架突量傲 那我们大家要瞪大眼睛 为什么瞪大眼睛 因为掌停就在 就在我们的眼前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键封喉曲点 三个要素 第一个 曲点将曲点 第二 这条点 这条线 有没有 正不正确 能不能找到庄稼的 它的意图和主力的动向 而且这条线正不正确 我们要经过什么呢 我们经过第三个点来确认 对不对 第三个人确认了这条什么 这条件 有没有质量 质量如何 那我们就要找什么呢 那我们还要找 它在底部这条线 这条线 这庄家有计划 有目的 打起来这条 有基础扎实这条线 那我们要找什么呢 最好是要找到 很精准 或者它是固定线 或者它是什么呢 或者它是黄金线 最好是精准线 为最佳 所以说 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抓重点 找关键的 就是我们要抓住什么呢 抓住重要的 典型的 对吧 找到什么呢 找到质量最高的 质量最高什么呢 A和B取这个件呢 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架 架是凸的 量是凹的 对不对 那这条件 它是最有质量最高的 而这条平衡线 在底呢 大地 扎不扎实呢 那我们看呢 是不是在底部的时候 它是什么 古底线 或黄金线 并且呢 它是什么 精准线 说明这个基础 对扎实这个基础 就是我们大家 如果发现 又是 架突量凹这个键 架行斜行线 又是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是黄金线 或者是古底线 黄金古底线 又条复合线 那我们大家 这样的一键封红 是质量最高的 对吧 这是给大家讲 我们一键封红 如何来取点 对吧 那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在这个波段 这波峰 这个是个波峰 波峰的右侧 对不对 右侧 它是什么呢 你看 架是凸出来 后面没有遮挡 是没有遮挡 凸出来 而这个量呢 是比这个左侧来 它什么 凹进来的 这就是架突量凹 对不对 架突量凹 所以说什么呢 我们在看什么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阶段 画哪条线呢 画这个阶段底部 对不对 这个阶段底部呢 大家来看一下 阶段底部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凹口 它是什么 它是架也是凸的 这量也是凹的 那以这条线 A 湿顶 和这个B 湿顶 画线 那切合哪条线 那切合的这个C 对吧 还有这一条线 还有这个湿顶平行线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 还有这个嘛 还有这个阶湿顶平行线 是不是 那它怎么能涨平呢 那首先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从计算来看 它具有什么扎实的底部 你看 不光我们看这条线 质量好 对不对 那它的底部 也比较扎实 这底部怎么扎实 大家看这条线 那它灰彩的一条线 刚才有大家讲 它灰彩的是黄金线 对不对 是灰彩的这条黄金线 而这条黄金线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又形成什么 它又形成一个孤底 这是一条负荷线 并且又是精种灰彩 又是精种灰彩 顺便这个底部是比较扎实 这条线的质量比较高 而呢 它这个底又比较扎实 正好 它啦 切合这条点 这就是什么 这B长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当中 它怎么能涨平呢 那这天 它们一个跳空 一个跳空过了 过的 这个斜横线 那斜横线有三大特征 对不对 那它下停斜横线 就有什么 就有阻力线的做 你看它不过 不过这条线 就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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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但是一旦跳过了这条线 那它压力就变成支撑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现在跟大家讲的 斜顶起初 对不对 所以说在斜横线 与平横线交叉的地方 往往会什么 往往会有中道大压 我们又看到 就看这两条线质量很高 所以说撑力就很强 它只要结合一个跳空 探空而且它不然要扎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给大家讲的 一剑封喉 如何来取点 那取点进行什么 要经过确认 不光要经过确认 这条件不光要经过确认 而且我们要结合什么 我们要结合它的底部 是不是专家有计划有目的 这个底 并且结合什么呢 并且结合这个底 它要是精准的 为加 是精准 精准一些 加精准一些 为加 对不对 那第三节课 大家要知道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个一剑封喉 它的概念是什么 那要知道它的原理 它如何来取点 我们要取点 那在取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要注意几下 四点注意的事项 那什么注意的事项呢 第一个 一剑封喉 它可以有叠加 怎样有叠加呢 一会跟大家讲 那一剑封喉 注意的事项有四 四点 第一个 一剑封喉可以有叠加 第二个 一剑封喉 是上下两重天 就刚才跟大家讲了 根据斜红线 三大特征 对吧 不过 不过就是为压力 对吧 那如果跳空过了呢 过了呢 就是天空 天空人你飞 对不对 那第三个 一剑封喉 它是必须要 必须我们大家要 施打施 这样施打施 有的是出权的 出权的各国 我们要学是不负权的 如何我们施打施来画 第四个 那一剑封喉处 为什么这一剑封喉 才能涨停呢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涨停密码 它必须有涨停基因 那涨停基因 密集的地方 那它才能促成 它涨停 对不对 第一个 大家来看一下 一剑封喉 可以有叠加 那一剑封喉 叠加起来 清成双重的一剑封喉 那它什么呢 更能证明 更能证明 这条线就是 庄稼的生命线和攻防线 这条线的重要 也是来确认 更加 不光是我们在一剑封喉 这条线 自己来确认 这条线的 它的 给我们以后 这指导的意义 庄稼它的意图 和方向的指导意义 而且我们用第二条线来确认 更加确认 这条线 也就是庄稼的生命线和攻防线 那大家来看一下 一剑封喉 它形成双重一剑封喉的格局 大家来看 那在哪呢 我们看这条 在这 大家看 在这我们画一条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 是不是 旧近的 波峰 上突 下凹 对不对 那它是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阶段 波谷 这个阶段 这个凹口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那这也是一个 上突下凹 这是一个上突下凹 这是个上突下凹 那为什么取这个点 不取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点 后面已经被它折挡了 对不对 被它折挡了 所以说我们要取什么 要取这个点 大家清楚吗 所以要取这个点 也是上突下凹 对不对 这后面是没阻挡 对不对 它也是在一个波谷 凹底的下面 对不对 那大家清楚了吧 在这条连线上 我们连线 经过哪些点确认呢 大家看 经过这个点 几点 确认 对不对 经过哪个点确认 那大家看 是这个波段子 波峰 长一段出 是顶确认 这条线是质量很高 这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质量很高 那我们大家再来看 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 那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 那以谁呢 那我们就以谁呢 就以这个波段的 突然下跌 长阴短注 而且这个长阴短注 大家看 它是什么 它缩 缩 缩 百滴呀 大家看 缩 缩 百滴 那我们在量线 测试标识 当中我们学过 那缩 缩 百滴 说明什么 说明是装甲 衡量装甲 假跌 最佳的 衡量 标识 对不对 我们一眼就看到 那假跌 太假了 说明装甲 是打击别人家 给保护自己 筹码 很少出货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 这个跌是很重要的 这代表的什么 代表是装甲 假跌突然下跌的 一眼我们就看清楚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以这个点 再和这条点连线 那它在这 大家看 这是一件缝后 那刚才有大家讲的 我们呢 以什么呢 离 这儿 我们画了一条 我们在这儿画了一条 什么一件缝后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点 交叉在哪 就交叉在这个地方 是啊 就交叉在这个地方 是啊 一件缝后 就交叉在这个地方 那一跳空 这一天一个跳空 蹦蹦蹦 打起来了 这两条 一件缝后的交叉点 精准的对应着什么呢 精准的对应着 右侧的涨停起跳点 对不对 这是能不能不说 我们的写横线 与平均交叉的一个魅力啊 这两处的精准交叉 精准涨停 充分展示了我们 股市结构力学的科学建构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下行斜横线啊 与底部平衡线 与底部平衡线 交叉这个地方 最好在什么地方 最好精准 它最好是谷底线 最好是谷底线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黄金线 最好是精准 这个地方 刚才给大家讲的 因为它也是个涨停起因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这个地方 它没有平衡线 底部没有平衡线的一线封喉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不可能出现涨停的 对不对 只有底部有平衡线的一线封喉 那它才什么呢 它这个时候呢 它才是真的一线封喉 如果配合其他涨停基因的话 那它才能什么呢 它才能涨停 好吧 大家要注意啊 下行斜横线与底部平衡线 交叉这个地方 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精准 在这边又是精准黄金线 或精准护底线 对不对 如果底部没有平衡线 这个地方呢 那这是什么呢 它是不可能出现涨停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的 好不好 大家要清楚啊 第一个 与大家讲的 一件封喉可以有叠价 注意的事项可以有叠价 如果有叠价 它能更证明这条线的 就是主要的 升级线和工房线 它的重要性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是一件封喉线 上下量重天 那一般情况下呢 一件封喉的股票 总是往往呈现出 上下量重天的格局 但是有些同学呢 往往什么呢 知道啊 如果是一件封喉上下量重天 那必须什么呢 必须说所有的线 全部在什么 全部在这条斜横线的下面 因为斜横线有三大作用 对吧 它不过这条线就给压力 但它之前要什么 之前它要是 倾斜的精准线 那必须什么 必须要在这条线下面 不对 我们要动态调整 怎样动态调整呢 那我们划线 不是为了划线而划线 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 而是看到什么 而是要找到主力 它的动机和它的意图 和主力的穴位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划线的规定呢 就去电划线 在一件封喉上面 是允许有部分什么呢 有部分散兵拥有的 可以有一部分 在吗 线上的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量线的三项规律 积点 交点 拐点 并且还结合一个什么 动态调整 要点 也就是密点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 大家看 刚才大家讲的 那我们可取点 对不对 这叫线上取点 大家看 A是上突 下奥 对不对 那这个C 是不是 在这个波段 奥底 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上突 下奥 对不对 那这条线上 大家看 这条线上 经过B 这点的确认 对不对 那但是 大家看 这一部分 在E这部分 是有在线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 什么呢 要结合什么 结合密点 平衡线 那这条线什么呢 经过点 你看 一个点 是不是 这条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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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 对吧 那这个点 对吧 就是这个点 是多点连线 在这条线上 说明庄稼 什么呢 是不是 掌握的 它的节奏 在什么地方呢 一碰到这条线 它就跌 一碰这条线 那它在线上 一碰到这条线 它就起 碰到这条线 但是一回来 一回来 一回来 它就什么 它就变成压力位 对不对 说明这个什么呢 说明我们大家 要结合什么 结合动态调整 不是说 只要在什么 在这条线之上 那这条线 就没有作用 而是呢 我们要看 在这条线上 它有多个点连线 多个点连线 像什么呢 像这个交点连线 它是两个点 和两个点以上 是重要的价位 它具体在这条线上 对不对 大家共享一条线 而那个密集平衡线 它什么呢 它是有多个点 有不同的价位 不同的价位 多个点 不同价位 大家聚集在 聚集在这条线上 说明这个庄稼 对这条线 什么掌握的 平衡 很精准 对吧 说明这个庄稼 对这条线 自己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条 生命线 自己的一条攻防线 对不对 我在这条线上 那就是我的 边界这条线上 打我的很准确 是不是 所以说 在这条线上呢 我们大家要什么呢 我们大家要看 是不是多个点 在这条线上 而呢 极少部分的 一部分 极少部分的价值 在这条线之上 可以允许的 可以允许的 按照化线的规则曲线 这一条 这个 一线封红这条线上 它是允许有部分 部分价值在这条线上的 这条线上的线上 我选出来了 而且早盘的时候 大家看早盘 这些早盘又跟大家做交流 那它就是根据什么呢 也就是根据一见封喉 一见封喉上下两重天 一见封喉 怎样上下两重天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呢 你看 在这个波段的 这个波段波峰 右侧 它是上吐下凹 这条线 这个点 大约是你不用先画 画一条线 画到哪一个地方呢 画到这个阶段 波谷的这个 也是上吐 下凹 对不对 这条线上 它几乎是不是凹 这几乎是凭量 是不是凭量啊 是凭量 那去这条点 经过什么 经过多点重合 大家看 那这是几点 一触到这个地方呢 它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一触到这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大家看 一触到这下来 一触到这下来 也是在这 多少点 多少点 多少个点 在这 大家聚集在这条线上 那它一踩这条线 就上去了 但是一 一踩这条线就上 对吧 但是一路下来 出到这条线就 就回落 说明这个 这条线是不是 就是 庄稼谈 声明线 和主力的工房线 主力掌握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把握的比较精准 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 可允许呢 可允许这几个 小架子在上面 但是 我们要看这条线 它质量高不高 要看是多点 重合在这条线上 多点在这条线上 也就是 它的密集成交区 找准平衡线 找准平衡线 金盘 金盘也有线 是不是 那大家呢 看小腿的鸭 几点踩这条线上 但是呢 这条线什么呢 这条线就是主力 它的工房线 这条线很重要 对不对 那在线上呢 那只要是 跳过线上 它就是一冲天 一飞 二月 飞上天空 但是在这条线下呢 它是什么呢 你出到这条线 碰壁 回来 一出这条线 就碰过来 一出这条线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个压力 它就是压力 所以说什么呢 一件后后线 上下两重天 上下两重天 不是啊 非要在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 斜横线的三大特征 对不对 那下行斜横线 具有什么作用呢 下行斜横线 具有阻力线的作用 对吧 这具有阻力线的作用 它不过 不过就会阻力 对不对 而斜横线的末端 具有什么呢 斜横线的末端 具有转向的一个作用 怎样能转向 必须它有什么呢 必须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要有偏空线 才能怎么 拖起它 向上操控 对不对 那这条线 质量高不高 你看 我们刚才跟大家 取的什么呢 取的这个波峰 这条线 对不对 下来 并且我们延伸 大家看延伸 延伸到什么 延伸到这个波峰 这个右侧 它是什么 它是上头下 对不对 那也是切合到这条线 说明这条线的质量高不高 高 这是庄稼的什么 生命线 庄稼有计划 有目的的这条线 对不对 把握得很精准 这线是质量很高 顺手才有的什么 这有的 一剑锋红 上下两重链 你跳过这线 就一飞而起 飞上天空 上下两重链 对吧 接下绿组呢 线上呢 它就飞起来了 是吧 第三个 我们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 是一剑锋红线 我必须要 大家必须要 十大十 那我们大家 我们量学什么 讲的是什么 我们量学讲的是 十大十 特别是吗 一线就是出权股 出权股 我们量学讲究什么呢 是不付权 因为呢 如果你付权了呢 它就参加了 人工计算的一些因素 那它结果呢 结果就不真实了 所以说我们量学提倡什么呢 提倡十大十 一切遵循原样 不要人工参与 如果一旦用了付权 那它就参加了 人为的一些因素 那它的曲点和化线 难免就不准了 所以说我们量学强调了什么 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尊重之实 所以要什么呢 所以我们大家要 十大十 怎样十大十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出权 出权大家来看一下 同样如此 也是什么呢 也取这个波峰右侧 这样呢 突出尔呢 上吐呢 下凹 对不对 那这个点也是 这谷底 对不对 这个大家看 也是上吐呢 下凹 对不对 这两点连线 大家看 这两点连线 连线到哪个地方 那进程吗 在接单底部 它进程的谷底谷底线 在这个斜横交叉之处 逼出一个吗 逼出一个掌红板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 大家看 在哪 就在这 在这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 上吐下吼啊 在这画的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 如果我们什么呢 你看 我们量学什么 采取是不付权 如果付权 大家看 前付权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来画 大家看 好 在哪呢 好 这个波峰 右侧 是不是 上吐 那 这 下吼 在这 好 我们把这条线 那到波段 这个底部 波段底部 奥底 这个地方 它有什么 上吐 下吼 大家来看 那我们把这条线 大家看 能不能找到 找到这个平空点 能不能找到这个 掌停把 是不是 说一说 我们大家要什么呢 我们量学要 吃打食 吃打食 采取什么呢 采取我们 不付权 不付权 这点大家要清楚 注意的 注意的事项 我们什么呢 我们不要人工干预 不要人工干预 要是在实 用 用不付权 不付权 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大家来看 第四个 那一键分红 它怎么能掌停 它掌停的掌停基因是什么 我们从第一节课 跟大家讲 那掌停密码 只有呢 多个掌停基因 组成的 掌停密码 掌停密码密集的一个地方 它才能促成掌停 对不对 那这一键封口 它怎么能促成掌停呢 第一个 我们大家要找好 这个点 去好点 对不对 那去点刚才 有大家讲的 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 波峰右侧 加图亮澳 突然下跌的大印尸顶 这个点 为什么要取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 助力 前期 资金 运作好它吗 它要下来洗仇 对吧 这是主力 它从上升 一直到下跌 一个拐点的一个地方 是主力 主力故意打压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点 很重要 这个点 去好这个点 才是我们上涨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呢 我们出了去 从上往下去 那在阶段底部呢 我们取什么呢 我们要取 也是什么 也是要取突出的大印 而这个大印是什么样的印 去底部 澳口的大印 去顶 那刚才大家也看到 我们去顶 谁都取的什么呢 在澳口 这是取的 波峰的一个澳口 阶段 峰顶的一个澳口 而呢 在底部的时候 也取的 阶段底部的一个澳口 澳口我们上节 可以跟大家讲的 奥迪淘金 和奥古淘金 要取什么 要取主力 估计大家的 长银短注 加跌的 一个拐点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学好了 前期两节课 那这节课 来学习 大家很容易就理解 对吧 并且要经过什么呢 并且我们不光去 这两个点 而且要经过 这个点 对我们 后面这个庄稼 它能不能起跳 这条线 是不是我们要的 这条线 它的质量高不高 那我们要经过什么 要经过确认 谁来确认 经过第三个点来确认 并且在这条线上 在这条线 从上往下 这条下行的形成线 这条线上 切合的点呢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对不对 那第四个 大家要清楚什么呢 在这条线上 最好什么 最好要自然通通 什么叫自然通通 就跟大家讲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一触几 这条线触底 触几触几就 回落 触几就回落 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没有什么的 没有折挡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还可以允许什么 允许几个小家族 在什么 在县之上 允许几个在这个县之上 自然通通 什么的 一遇到这条线的案 它就 一个足立县作用 就灰彩 对不对 一遇到这条线 它就灰彩 这叫自然通通 从上到下 没有阻挡 叫自然通通 对不对 还要是什么呢 不光它要自然通通 这条线还有多点线 连在这条线上 而且我们大家要找 找阶段底部 它要在底部扎实 大地呀 扎实对不对 那么大地怎样扎实呢 那这条线 它最好是进中黄金线 进中谷底线呢 是不是 说明这庄家 它有计划有目的的呀 像这样的掌停基因 它是我们要的最基础 最扎实的 这掌停基因 去点要去吗 去对了 要经过确认 想经过确认 那这条线是越多的点 在这条线上切合 一碰到这条线就回落 一碰到这条线 就是阻力就回落 这条线就是庄家 它有计划用物理的 这条线 对不对 那这条线它是重要一个主力位 那这条线是重要主力位 为什么呢 它是越往下跌的时候 这主力越小 越往下跌的主力越小 它怎么能起呢 那遇到什么 遇到结实的大地 是金主黄金线 谷底线 和富贺线 对不对 遇到这个扎实的大地当中 它什么呢 一跳 一跃而起 加什么加零号 对不对 一跃而起 它变什么 上下两重天 线上 它什么呢 就飞 飞上一天 就是上下两重天 对不对 第五个呢 是斜横线与平衡线 交叉 交叉对应的地方 它俩交叉 对应这个区域 我们要看什么呢 必须要看亮珠 亮珠要含须稳重 这样不张扬 特别是毛文静大讲的 是吃月怀态 遇到分娩 对不对 含须不张扬 庄稼在此阶段 习无可喜 蝶无可蝶 形成百日地量区 对不对 长云压短珠 再加上一个背让 一个跳空 它不上下两重天 谁上下两重天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呢 在什么地方才能涨停 只有涨停基因 密集的地方 涨停基因 促成涨停密码 密集的地方 它才能促成涨停 也就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五点 五个要点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去点必须要取什么呢 这个波峰 右侧上突 下凹 是不是 取点一定要取好 架主上突 量凹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B点 也是在这个谷底 阶段底部 谷底的时候 大家看 是这个B 它也是 架突 量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 这两个点很重要 它经过吗 它经过呢 第三个点的确认 是经过这个C 第三个点的确认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大家要看 它的底 扎不扎实 是不是 它底扎不扎实 那大家来看一下 底扎不扎实 那大家看 这条线啊 这条线 这条线正好什么 左侧 大家看 这是一条黄金线 对不对 正好于什么 它起跳的是于什么 财政 归财 这条黄金线 起跳的 对不对 再看这个B 它落落 落到哪个地方呢 这条线 落落 落到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正好有什么呢 正好 与这个谷底 精准 这条线 和这条线 谷底线 正好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精准谷底线 就是这条负荷线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 不光要看这个 我们要看 斜横线 斜横线 和平横线交叉 这个地方 大家看 叫啥这个谷 这形成什么 形成百日低量去 庄稼 其无可洗 跌无可跌 对不对 它怎么能起跳 是低量加倍量 低量加倍量 等于中大洋 那低量加倍量 欲拐 欲拐转方向 也就是我们跟大家交流的 量性的转化与升华 当中的组合转化原则 对不对 上面要把前期的 所学的知识药 融会贯通 这一天 一个跳空 灰彩 灰彩不破 这个什么 这条 这个键 斜横线 就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 一键封后 上下 两重天 没过之前 压力 压力 遇到这 出几着 下 出几着 下 出几着下 大家看 一出几 出几着下 对不对 但是一旦 我们站上了 这条线 它就 一飞而起 上下 两重天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 我们大家 在前期 给大家讲的 奥里陶金 大家要结合 结合 王爬 对不对 但是它 什么时间 我们进入的时间 在什么地方 我们如果结合 结合这个 一键封 是我们大家 就把握住 把握住 这个时机 只要什么 只要跳空在线上 那我们大家 第一时间 我们大家就知道 它要飞上天了 对不对 大家再来看 那它往飞上天 上下两重天 一键封后 上下两重天 它上下两重天 它飞到哪个地方 我们一键封后 还有什么 还具有测幅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大家 一键封后的曲点 为什么一直 给大家讲 这A点很重要 就是波峰 下跌的那个点 主力故意 打压的那个点 那个拐点 从上涨到下跌 拐点 这个曲点很重要 为什么一直 跟大家讲 A点很重要 就是下跌拐点 很重要 一直强调 它要突然下跌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 他要寻找 主力自己进场之后 假跌 打压筹码 洗盘的 突然下跌的 长颖担 就是假跌 他是来洗筹的 专家建好了吗 建好了仓位 我自己也进来了 要进什么 我进场 不要 拉肾之前 我必须要洗到跟风盘 而且筒下什么的 把下面的套牢盘 也给他下出来 只有专家 洗掉了跟风盘 又把上方的套牢盘 洗出来 那庄家才能 才能志在高原 轻轻松松来赚钱 说白了 也就是什么 我们也就是 根据庄家的 他假跌的 这个重要一个 拐点的地方 取的就是这个点位 所以这个点位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银行来讲 那一见风口 他的第一个目标 既然在这个地方 他是自己进场 他下来打压 来洗头 那第一个目标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从哪跌 那他就会长到哪个地方 他第一个 理论侧服 也就是假跌这个地方 就是长一短处的 湿顶平显这个地方 对不对 大家来看一下 他是什么呢 他是理论党服 有的时候 往往 往往有的时候 大家看 那往往是在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 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事不好 或者是 有突然 事发 一些事件什么的 他往往有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也许是在这个地方 他触及马上下来 对吧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往往他理论 理论长幅一般是能到这个地方 但是有特殊的情况 也许他什么 能触及他又下来 那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们去点在这也是 对不对 这波峰用测 是上吐 那下凹 对不对 那这B点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谷底 对吧 谷底 凹谷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 下吐 亮凹 对 它不是亮凹 这个亮平 刚才跟他讲是亮平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是基本也合乎 我们要求 不管它是架图 最好是架图 亮凹 对吧 没有架图亮凹 看什么 架图呢 这个亮平也行 对不对 它也是个变异的 唐人短柱 对不对 你看 它这个C C点 大家看 是不是 C点并线 与这个AB夹角 大家看 这条线 是不是 大家看 这条线 这条线 夹角 是就崩发了一个什么 是就崩发了一个掌听板 对不对 你看它的长幅 后期长幅 大家看 是就到了哪个地方 就到了它 从哪跌的 就到哪个地方 从哪跌的到哪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的一个出货点 大家要清楚啊 不光我们要知道进 我们大家要知道出 在这个地方 也要出 大家再来看 看在哪个地方 看我们的案例啊 大家看 我们这一天发现了 它是一件红红 对不对啊 并且呢 第一时间 我们就给大家 画出来 画在哪个地方 那是它从这个地方 波峰 右侧 这大银 10点平线 在那儿给大家画的 这条线 那它是 就长到这地方 把泡泡一下来 那就这天 对不对 你看它的长腿基因 在基兰底部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的时候 你看是白日地浪群 大家看 是白日地浪群 白日地浪群 你看 是在此阶段 大家看 是长一压板柱 在这个地方 那下跌的时候 大家看 就是缩三一 对不对 下跌的时候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下跌的时候 这是下土 亮平 对不对 那它什么呢 它一个跳空 过的什么呢 过的这个凹峰 也是高亮10点平线 打起来这一步 对不对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涨幅 一键丰富的涨幅 就是AB点 我们取的这个点 AB这个点 取这个点 这个点它下跌的幅度 下跌的空间越大 它上涨的幅度就越高 它落差 也就是说 AB两点的落差越大 它的涨幅就越高 下跌 挖这个坑越深 它涨的越高 但是不是说 所有AB两点的落差越大 它挖的坑越深 它就是 它涨幅就越高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 它每一个波段 下跌的每一个波段 你看 这个波段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波段 它首跌 一定要找好 首跌 长云短竹 首跌的长云短竹 是不是上吐下凹 这个波段 再看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 是不是也是个上吐下凹 对不对 上吐下凹也说明 打击别人家 为保护自己出马行为 假跌种行为 对不对 那在这儿 是不是也是一个 你看 上吐 它是什么呢 加瓶 量瓶 上吐 量瓶 对不对 那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也是呢 大家看 也是个长云短竹 也是个长云短竹 只有啊 每个波段 每一个波段 都是什么 都是长云短竹 每个波段 都是长云短竹 都是假跌 假跌 假跌 就是我们在 在北大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讲的什么 讲的四大美女 每个波段 都是什么呢 每个波段 都是长云短竹 下跌 像这样的状 它又画好什么呢 它又画 这个条 一件封口 你看 它的延伸 延伸到这儿呢 这有什么 又是长云短竹 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 多个点 在这条线上 多个点 在这条线上 这个一件封口 这个质量 高的一件封口 又加什么 加上阶段底部的时候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有什么呢 它有静准线 谷底线 静准谷底线 阶段底部比较扎实 形成白日敌量啊 阶段底部比较扎实 那它才能 它才能从哪来到哪去 从哪来到哪去 而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一件封口 它的侧服 都是从哪来到哪去 必须呢 必须 每个阶段 它什么 都是长云短竹 加跌下来的 并且上涨的时候 还要含蓄不张扬 你看 它也一张扬了 你看 打出白日高粮 说明这边有泡压 卖在买钱 必然变远下来 对不对 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 什么呢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件封口 在实战当中的灵活运用 大家想什么 大家看 我们要找什么 我们要找 抓重点 抓点心 就是抓重点 抓点心 那我们大家才能 清清楚楚看到 这个装甲 它的动向 它的意图 我们才能把心安理得来赚钱 对不对 大家来看 首先我们大家要找 首先我们大家要找到 主体加跌的 主要拐点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 找波峰 右侧 对吧 它是什么 突然凹陷 突然凹陷 但是大家要看一下 它怎么 低下来的 它是白衣啊 明显我们看到 这个庄稼控盘良好 加跌 对不对 这是 千才难逢一个什么 好机会 对不对 一眼看到 加跌 像这样的 顺便大家要搜集起来 这要搜集起来 跌跌跌到什么 跌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板子跟大家做交流 那它跌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来看 301192 大家看 我太喜欢它了 大家看 太经典了 大家看 在哪呢 你看 我们首先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它是在 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凹口 是凹口 在这个地方 它是被后面 有折挡的 对不对 能不能去吗 去这个地方 对吧 它也是呢 是不是 加土量凹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以时宜划线 那我们 这个波峰 对不对 和它 划条连线 那切合 切合哪个地方呢 就切合到这个地方 就切合这条线 切合这条线上 是不是 而且呢 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 它是长阴短珠 这一天也是什么 也是长阴短珠 缩三一 那在这个 波峰 之后呢 这个也是什么呢 这一段 也是长阴短珠 对吧 那在这下跌 大家看 是不是 也是长阴短珠 那在这下跌的时候 大家看 是 也是长阴短珠 是不是 每一波都是 打击别人家里 保护自己 充满的东西 并且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看 那刹车 换腦 并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是要加油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阶段底部的时候 大家看 你看它怎样回踩的 长阴短珠 回踩 长阴短珠 回踩 对不对 那到这个 回踩黄金线的时候 大家看 它是什么呢 这是放量阴 对不对 那第二天 这下一个假跌 长阴短珠 这一天呢 它是什么呢 大家看 是一个假阴 正阳 那我们打开一张 是不是 它是假阴 但正阳 那假阴正阳 切牛带着 那在这条 线上大家可以看到 它阶段底部 是比较扎实 慢慢慢慢 在这个地方 你看 是阳多 阴少 阳高阴矮 阳成团阴分子 资金进入比较多 并且在这条 我们看到什么呢 体量 体量是魔供 是有资金 不断的流入 对不对 资金不断流入 在这个地方 资金不断流入 那回踩的时候 是什么 是长阴短珠 穿上感觉 加跌加跌加跌 对不对 到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还来 放量银 在这个地方 它又是个 精准灰采黄金线 又在这 精准采在黄金线上 小腿采黄金线 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多少长庭基因 在这个地方 并且又是 加油的一个位置 那这天 一个跳空 跳空在什么 跳 就跳空在这条 斜横线 就跳空在这条 斜横线 而这条斜横线 没有什么呢 有跟大家讲的 斜横线 它可以有叠加 再确认一下 这条线 到底庄稼 这条线 是不是庄稼的 生理线和工房线 它这条线 它的把握的平衡 如何 那我们用 有重要一个外点 对吧 下跌的重要外点 这个波峰 和这个谷底 这个点 有两条线 但就在这个 临界点这个地方 在它一界 封红这个地方 两条线 精准重合在这个地方 一个跳空上下 两重铁 一冲而起到哪个地方 是吧 既然它在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呢 它是加低下来的 对不对 加低下来 那我们什么 我们在这 应该在湿地上划线 但是我在湿地划线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方是 成交密集区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样又是挑红衣 大衣挑红衣 奥后平线 这个地方 往往会有压力作用 那在这个地方 它又结合什么呢 它又是提量 又是高量 那卖再买线 那这天就确认 它就是个高点 对不对 说说我就把这个线 虽然它是理论 参考线是在湿顶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 这庄稼 后期它如何走的 既和它亮度 那我们可以 跟动态调整 调整到这 对吧 那就走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什么呢 我们就高高兴起 获利 第一个快乐空间 对不对 大家看见条线 质量高不高 那现在 是不是 今天为止 它什么 还在碰碰 两个掌声板 对不对 顺明这个庄稼 在前期的时候 它阶段底部 比较扎实 对不对 又是庄稼 它是假跌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它一涨 又连着涨 涨不停 不光涨停 而且连着 连着涨不停 对不对 所以这条前辈什么 我特喜欢 这个301192 那这个庄呢 它什么呢 每一个波段 加跌 而且呢 它什么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它比较扎实 扎车换挡 加油能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也是处处 百分之地上 全在这些地方 又是 又是体量 进入的一个地方 又是灰彩 灰彩金准线 黄金准线 金准线 这些地方 又是碰碰 一月而起 对不对 一双串线 来 这条线 所以说 我特别喜欢 喜欢301192 也比较经典 一件丰厚 比较经典的 这条线上 所以我们大家 要找这个键 必须什么 必须要找准 这个波峰 重要拐点一个地方 对不对 和这个奥迪 要经过确认 多点确认 经过多点确认 才能证明这条线 到底是这条线 是不是 庄家把握平衡点的 这条线上 对不对 那我们要 它为什么说 它空间表 能打出空间来 那我们要看 每个波段 是不是每个波段 是假跌下来的 是不是 不光要找到 这个键质量如何 我们要找到 这个大堤 这个底 它扎不扎实 这底扎不扎实呢 它到底能不能 上下两重天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 这鬼点 一件丰厚 超跌 是超跌 它怎样强反呢 我们怎么来介入 这个点灵呢 我们出了话 一线 一横 这两条线 我们要看 这专家到底是 强不强 要看它是不是跳空 如果一旦跳空 我们要结合 跳空阳 正三尾坐拐上 那我们所说的讲 第一时间 我们要介入 对不对 在这儿我们要画好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 在这个 B掌三角区 这个地方 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 处处要小心 处处 要盯着它点 或者是在 在这个 这条 斜横线 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要 吃条 预警线 你不过这条线 那我们 我们打理你 但是一旦 过了这个点 那一个跳空 是 预警线 想了 我们大家 第一时间 我们要嘛 就要来跟上 是不是 第一条 就要来跟上 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个 002175亿的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允许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条线上 允许你用 散兵 游泳 几个小家族 踩这条线上 对不对 但是 在这条线上 这条线质量高不高 我们要看 这条线上 是不是有多点 重合这条线上 这条线对 对这个 对这个 庄家这个走势 他有没有 这个压力线的作用 对不对 是不是 他一触及 这条线 这条线就像 一个城墙 一样 给你挡了回来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 就是一见风口 上下两重天 在线下 你就是压力 对吧 并且我们还要看 看什么 看你是不是 上面 波老淘天 下面风天浪静 也就是 跟他还讲的 牛骨良心 对不对 大家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有几个案例 大家看 那 002514 在哪呢 002514 是第一个版本 给大家来讲的 为什么第一个版本 给大家来讲呢 大家来看 是我们也是取的 这个波峰 上涂 下凹 这个 然后这个 谷底 这个奥孔 这个地方 是的 也是上涂 下凹 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是 缓画一条线 在这条线上 是不是 也是经过多点确认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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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经过多点确认 这条线 并且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形成什么呢 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是形成这个黄金线 对不对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它是金主灰彩 这条黄金线 那在什么呢 在这个 斜横 一见封口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什么呢 往往会出现 中导大洋 它是明掌庭 出现个 中导大洋 那这条什么 它是灰彩黄金线 黄金线上洋干衣 封地 封地介入 其实你现在没有调空 对不对 但是在什么 在这条线上 它以谁呢 以这个费量 为基础 回踩不破这个 费量 市顶平均 三日新城王牌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有个假印正洋 有个涨厅基因 它才能出生涨厅 才涨厅这一波 但是呢 它什么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这天大家看 它是不是 形成什么 形成个百日高涨 顺名 顺名庄家哪里了 出马部分呢 有卖再买先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在那打 打个单枪之后 下来 在这个地方 回踩凹 在震荡争厉厉厉 在这个地方 是吧 我们不光要看什么呢 我们不光要取这个点 要经过多点 确认的点 而且我们要看 看上涨的过程当中 让住 是王牌合理和接力 并且还要 还要含蓄不张扬 你就含蓄不张扬的 一点点 一点点上 它才能 它能出生 一点点涨 涨不停 一直到从哪来到哪去 对不对 但是一旦你上涨的时候 能冲哪 冲马拿到不稳 对吧 有卖 那它必然 在下面的时候 可以磨成 对不对 包括什么 大家来看 603051 对不对 虽然它能促成党庭 那我们说 那个一键分后 对不对 斜横交叉 这个地方 一键分后的地方 往往回处 中到大洋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虽然能中到大洋 但是呢 我们跟大家讲 它必须上涨的时候 上涨的时候 要含蓄不张扬 对不对 那大家来看 这个案例 比较 能说明这个问题 603051 对不对 大家来看 你看 这个也是 在这个波峰的地方 在这个波峰的地方 它也是上涨下奥 对不对 在波谷的地方 大家看 是不是 奥口 也是个长颜短珠 那这条线呢 大家来看 这条线也是经过 什么呢 也是经过多点 确认的 你看 经过这些点 这些点 是吧 这个点 这个点 也是经过多点 确认的 大家看 是不是 这个点 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点 是经过多点 确认 这个点 是经过多点 确认的 对不对 它是什么呢 它是红彩的 谷底线 是一个长颜短 那我们呢 在哪个地方 我们以这个小波峰 以这个小波峰 开始呢 以这个点 连线 对不对 和呢 和这个 上出下奥 和这个连线 正好 大家看 这条线 看啊 30603051 大家看 大家看 去点很重要 大家看 那我们呢 以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来取点 大家看 以这个地方 你看 以这个 这个小小袋 这个小波峰 那以它 是上头下奥 大家看 那这里的 这也是上头下奥 这段的一个 奥口 是不是 上头下奥 在这个地方 它俩连线 取点 大家看 大家看 这条线 你看 庄家长得平衡多好 你看 这条线上 刚才我们看 这个掌听板 是取的上面一条线 对不对 一会儿我们来看 取的上面一条线 而这条线呢 是取的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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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你看 到线上呢 运行不说 一键丰厚处 上下两重天 大家来看 这条线 你看 这个庄家呢 它就是 秘点平衡线 对不对 你看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 它不过 不过的时候 就给压力下来 那不过 就给压力下来 对不对 但是从这个地方 挡停之后 上去之后呢 它回踩不破就上 回踩不破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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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 这个稍微一跌 然后 踩 就踩在哪个地方 就踩在这个 下行行线 这个键 下行行线 这个地方呢 它怎么呢 就来一个掌听板 这掌听板 怎么打起来的呢 是这一波 回踩 回踩黄金线之后呢 打起又在吗 又在这个啊 又在这个 一践峰后 是不是 一个下行行线 和底部的 偏红线 交叉的一个地方 是就出现 就出现一个掌听板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这掌听板之后呢 又来个什么呢 来个百日高粮 但想说明什么呢 说明商房 出马拿了不稳 对不对 卖再买线 所以说 他现在该什么 就开始在这振荡整理 大家看 是不是 就在这振荡整理 大家看 你看 那今天呢 大家看一下啊 那今天它什么 它是个避量单枪 同左风 只要是它过了 只要它过了 这个高粮 十顶平行线 过了高粮 十顶平行线 那以它为基础 如果形成 避量盲牌的话 那它这个质量很高 它们还会 上面 是不是还有空间 是不是 关键什么呢 我们要什么 要看到 师傅站了 这个高粮 十顶平行线 这个虚顶平行线 不是十顶 它是虚顶 因为什么 它强 它尸体小 说要涨 这个 并且它有什么 它要有王牌合理和接力 对不对 大家再来看 再来看 我们抓住别人 找关键 这熟记经典流过再现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 就是 我记得 一切 二零 二零 二一年 我记得 好像是 等我看看 好像是 这个 600157 在打 就在这 大家看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哪一年呢 对 18年 想想 对 是18年 18年的时候 那 大家看 这是特别典型的 一件封后 为什么说 它是特别典型的 一件封后呢 因为这个庄稼 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 我就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们不光要画好 这个斜横件 那它上涨 这个涨幅能不能到 这个地方 我们除了看它下跌 除了看下跌 手跌呢 我们要找我们的 找这个长颜短柱 对不对 它是缩三一 对不对 又找我们 这个谷底 谷底的 大家看 也是长颜短柱 上出下好一个地方 对不对 它这个连线 大家看 这条连线 也是经过多点确认的 这条连线 是不是 经过这个点确认 对不对 经过这个点确认 经过多点连线 经过这个点确认的 并且呢 它要接吻底部要扎实 对不对 它灰采呢 灰采这个黄金线 对不对 灰采黄金线 那一个跳空 是要结合 结合领好 一个跳空 碰碰 从哪来到哪去 测测到这个地方 它怎么能到这个地方 除了下跌的时候 跌得好 而且这个底部扎实 关键什么呢 它能不能上张 涨到这个地方 关键我们要看 是王牌合理 或接力 合理合理 它就是王牌合理 是王牌合理 两天之内 合理 合理 碰碰 这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大鹰 是个高开低走 大家看 这天是吧 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 放什么 放到鹰上 卖 卖再卖先 对不对 这一天 但是第二天 马上的就来个刺痒 因为装夹墙 像墙啊 碰碰 往来干嘛 王牌合理合理合理 碰碰 大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就是跟大家讲 的王牌 可以跟大家讲 这王牌 它有什么 有生和死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两个案例 你看前面这两个案例 你看 在金单底部的时候 它刚刚想拉扯 你看 马上什么 马上就张扬 冰车王牌 没有合理和结力 现在在这 对不对 还没形成王牌 合理结力 在这个地方 那必然嘛 必然它在这就要磨成了 它还玩 而且什么呢 而且这王牌 它不能牺牲 一时一时强 它下来了 对不对 不光跌的要好 下跌要好 而且这个底啊 它要扎实 最好有精准线 要黄金线 或者就谷底线 对不对 最好是跳复合线 并且上涨呢 它有什么 有王牌合理和结力 王牌合理结力 它才能测服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对不对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就像我们 就跟大家讲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跌要好 而且呢 不光 我们要看跌 跌是好 跌是好 怎么好呢 每一个阶段 它都是长影短柱 每一个波短的长影短柱 并且呢 它这个底 必须要扎实 这个底 有黄金线 精准线 精准谷底线 复合线 对不对 这个底要扎实 顺便这个庄稼 它们呢 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断挖克 不断挖克 不断挖克 而在阶段底部 有习无可 习跌 无可跌 是涨体基因啊 习无 白是地浪群 习无可 习跌 无可跌 它有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 价值的一个位置 就是精准谷底线 精准黄金线 那一个条股市 又是个基因 这是基因群势 长影短柱 对不对 这是个基因 下跌的时候 每个 每个那个 凹口 都是长影短柱 这是一个基因 那这个斜横线 是不是又是 庄稼有计划 有目的的这条 生命线 水平 这条斜横线 也是个长平基因 这个 这是斜横线 这平平线呢 平线也是一条 长平基因 它跌到底 到底这个底 是什么样的底 是比较扎实的一个底 才是我们需要的 是庄稼有计划 有目的的一个底 才是我们需要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长平基因呢 还有长平基因 只要是跳空呢 跳空是最强的一个 长平基因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又是低量加倍量 等于中弹量 的低量加倍量 欲拐欲拐转方向 是 是我们大家要解决什么呢 不光我们要找好 一件封喉 这个曲线 曲点 那我们还要 还要结合 它的长平基因 这个底 是要什么样的底 要结合它的长平基因 它到底能不能 长到这个地方 是我们还要结合吗 结合王牌合理和接力 如果是 它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那一个张党的变 必然要下来 对不对 你看 是案例给大家讲的 是案例 是不是 你看 那是白日 白日保留 是没有吗 卖再买些 空盘不好 既然空盘不好 当然它要在这个地方 很莫及 再没有王牌合理和接力 那它要下来 这是跟大家讲的 王牌它又生死呀 不光看下跌 不光看底 我们还要看看 是否 是否有王牌 王牌接力和合理 因为王牌是什么 是主力上涨的动力源泉 这就是我们 本节课 跟大家交流的 这个重点 跟大家交流的重点 大家要 熟悉经典 用不再现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本节课重点 首先跟大家讲了什么呢 首先跟大家讲了 一见封口的概念 那一见封口 我们大家也知道 就是什么 一条特殊的下横线 那这个特殊下横线 是什么呢 就是封口的架柱 架柱让封 突然下线 封口的长云短柱 对不对 刚好于什么 底部水平线 皮红线 相交这个红 切合形成的平底三角线 而这个底部 这个水平的皮红线 要的什么呢 我们最好要 黄金精准线 或谷底精准线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复合线 精准复合线 然后这个底 那它原理是什么呢 它原理是 在这个三角区里面 在底部三角区道 那斜横线的阻力 它是越来越小 对不对 而那个平线呢 它成为了越来越大 于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再加上掌停基因 比如说 跟大家讲的 肠杀癌癌症 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有精准线 会有复合线 对不对 那它们的配合 就会出现什么呢 有这是掌停基因的情况下 它才会出现掌停 那一间风口去点 跟大家讲了 这样的去点 那是注意的 几个事项是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 一间风口 它不光是单一的一间风口 如果有叠价 那更能证明这条线 就是庄稼的 胜利线和攻防线 就是庄稼 它长过平衡的一条临界点 对不对 还有跟大家讲 一间风口可以上下两重天 为什么呢 上下两重天 再来就认为 因为一间风口 它上下两重天的话 那上面就是不允许 有任何家住不是的 它可以有吗 可以有少部分的 及格别的家住在上面 但是大家必须要知道 这条线 它切合的点越多越好 因为庄稼庄稼 对这个拼电掌握的 把握的比较到位 对不对 虽然它上下两重天 但是它可以有 少数的家住 几个家住在上面 对不对 再一个什么呢 一间风口 大家必须要知道 是哪是 怎样是哪是呢 因为我们两学 讲究的是什么呢 讲究的也就是 不出全 不能经过人工干预 是不是要求是哪是 第四个 一间风口这个地方 它怎么能掌停 大家要 必须要 要掌握它的 基因群 和掌停密码 只有掌停密码 密集的地方 它才能促成掌停 从上方下 我们要找长运短处 每个阶段的长运短处 对不对 再一个什么 不光要看这个 剑的质量 我们要看 它的底到底 咋不咋实 那这个底是要找 这个黄金线 湖底线 金准 复合线呢 就是说这个底 要咋实 不光底要咋实 而且上涨的时候 我们要接个什么 王牌合理和接力 对不对 只有王牌 合理和接力 它能步步大体 步步大体 它怎么 打到从哪 跌了 从哪跌的 它才能从哪 涨上来 也就是一键缝后 我们如何来测涨幅 最典型的 在实战当中 我们如何来运用 那一键缝后 大家要 重点掌握的是什么呢 我们画几条件 最好要什么 上下通通 没有阻挡 这条线上 但是可以有 永兵 及少部分的 架组在上面 对不对 我们要结合什么呢 我们要结合 这个焦点连线 和密集 平衡线来理解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 亮学的亮线 给大家讲的三项规律 但我们大家 七点划线 是为了吗 是为了实战 是为了急于研判 是必须要根据 它的主力的行为 我们来划线 而不是为了划线 来好看的 我们是为了研判 主力的逻辑 它的动向 它的行为的 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允许 几个小架子在上面 好不好 好了 那今天呢 就与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呢 跟大家交流的是 超跌 强法 超跌在哪 在阶段谷底的地方 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前两节 跟大家讲的 奥迪淘金和奥口淘金 怎么能抓住它的时机 在每个奥口 奥迪的当中呢 我们怎么能 介入这个时机 去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今天 跟大家讲的 一见红红 一见红红的战法 好吧 只要坚持和努力 那我们都能在股市上腾飞 感恩王子老师 感恩量学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让我们在量学的路上 一起共同努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